你挑這間魷魚跟魷魚也太少了吧 啊剛剛那個魏珍他也是你挑的很難喝耶 然後他就叫我給他錢耶 呼籲大家在感情裡怎麼樣還是要語心 GO 喂喂 千景千景要街訪了 女人在哪裡咧 不要吵啦 我在約會啦 妳跟誰約會 瘦子啊 我在跟瘦子約會 至少是瘦子 你怎麼能拔到瘦子 真的啊 你看 歡迎收看伯伯街地區 妳的另外一半曾經是渣男或是渣女嗎 感情問題真的一律都建議分手嗎 我們就來聽聽看網友我們的另外一半 到底有多渣 Let's go 好啊 妳現在有另外一半 妳們再聚多久 剛分手 30個多月 因為我們認識很久 就是我們還沒算有一段時間 就是有一次我就喝醉 聽他這樣 然後隔天就是醒了之後 我就說 我們現在什麼關係 沒關係 交往過程中有發生過一次嗎 沒有沒有 是妳不給他是不是 是 他想說慢慢來 I think I know the problem 我讓梁哥那個是 他就說他知道我要慢慢來這樣 當然要這樣講 不然他講什麼 欸 告我一定要 講完之後 他就打電話跟他兄弟講過 靠歸 他就給我吧 不至於一個月都沒耐心吧 不一定哦 你再認了吧 我就讓 有喔 在這裡 我們在一起 十年 高中的時候 我們在一起 他是重考生 所以他平均小個幾歲 四歲 因為他還有考試考 我們也是在一起之後 就疫情爆發 他就說什麼 他覺得有點累 他在一起一個月有點累 他就說 他需要有自己的空間 一開始他就訊息開始會很慢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不太開心這樣 然後他就說 再你如何看看 我就不會吵他 那時候不理我什麼的 在一起一個月就開始不理你了 前男友是他嗎 不理不理左衛門登場 我覺得我遇到很多 摳男 因為任何小事情都會跟你計較那一種 有一次我們就是買那個肉燈湯 台北讀書 然後台北 哦 比桃園還要高一點 然後他就會說什麼 你挑這間 魷魚羹 魷魚也太少了吧 他六十塊 然後他就叫我給他錢 然後我就拿六十塊給他 他就說 啊剛剛那個魏珍他也是你挑的 很難喝耶 然後他叫我給他錢 然後他買車 魏才坐過兩歲 然後他就說 寶貝我之後分期貸款會很爽 你可以幫我分攤嗎 分攤 直接分手吧 泡溫泉什麼 他也說 欸我忘記帶錢耶 你可以先付嗎 因為剛開始我覺得他可能真的忘記帶錢 可是久而久之我覺得 他就是 故意不帶錢 然後 教父 大學生 而且他已經出社會哦 重點 高中還是他們學校的那個校草 校草 那你還有沒有別人最糟的對象 前情提要 詳情請看這集波波匿名聊 我們這次節目中榜的邀請來了 冤聖宮 沒有我是不知情的 後來我上第四角 那就會這樣分了 所以當初你們是怎麼對職的 就我只秘密吧 好像是吧 然後你一開始因為你不想請我 然後你就說沒有啊 就是我跟他就沒什麼啊 好像是 因為我已經被他打個防針 他是說 好精神疾病 然後說我黏著他 反正他就在中間當一個爛好人 就覺得 我們兩個也不會對職到 所以他永遠就可以一直這樣下去 因為那時候很喜歡他 所以又繼續在一起 還在一起的過程 展開之後再一起半年 我又跟他在一起半年 我超差年了 展開了 你在一起半年 然後你後來又在上面又在一起半年 那中間有沒有重點 我覺得有 那時候分手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到一個最崩點 已經很累了 因為畢竟他會一直懷穩 然後他控制又很強 連我穿短褲挖勾他都要拱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有在他的手機裡面 裝那個Zenzy 他是不是在那邊 我就看到他怎麼跑去你那邊 然後我還看著Zenzy 問我學長 邊哭了 說你覺得我要相信他還是相信定位 我才問這種 是真的嗎 那時候分手的時候 我就說你是不是有去找 志玄 然後他就說沒有 因為我還是有認識那個男生共同的朋友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是不是他們有出去 然後他們就是有給我看照片 就是他們兩個出去一起穿著青衣裝飾 然後那一次我就真的死心了 我就有決定 我絕對不要再跟這個人 再繼續浪費我青春下去 所以我算明智的嗎 並沒有 那你為什麼又跟他在一起 因為那時候他去當兵 他有講很多就是回過的話 但是其實我覺得他真的有改變 不是我還現在裡面是 因為畢竟經歷這麼猖狂的事情 但是我們的關係就變成我比較強勢 但其實我的感情裡 我不喜歡這個角色 所以後來六分手 後來變成他在贖罪 他很像那種人 聽我共同朋友說 他後來其實就是很怪還什麼的 可是我就覺得 就一定變了 不是你要的那個壞男孩 我那時候跟他們兩個一起去那個男生家 就是他們要去找一個劈腿證據 然後結果 我就被他家的狗咬了 因為他家的狗 婚留的女朋友都認得 然後我是誰 我就直接被狗咬 重點是我去他家 志全去他家 他爸都知道 他爸是以兒子為傲 我們說兒子最初期 將來應該是大有出席的 我覺得有一個蠻誇張的 就是他不太願意去認識我的家人 比如說他來我家樓下接我 然後就是我媽想比較八卦 就是想要去打招呼 然後就因為他有一跑白米的速度 就是跑了走這樣 他說我去下個路口等 你們吵過最嚴重的一次架是什麼 出去玩 有點遲到之類的 誰遲到 我動作有點慢 人家在化妝什麼的 他都不爽 然後我們出去可能找路 我就會一直抱錯路之類的 就更不爽 他最大的缺點就是 他生氣的時候就會冷戰 然後他是全世界最會冷戰的人 可能真的 兩個禮拜都沒有講話 而且明明是住在一起 就是一張雙人床 中間隔著一片海 不要一張雙人床 中間隔著一片海 我都沒有眼神接觸跟講話 就兩個禮拜我真的有點受不了 某天晚上半夜就睡不著覺 我就盯著他的臉這樣 我還寫了一封圖文並茂的分手信 然後因為人在睡覺的樣子很可愛 然後我就覺得算了 然後就把那個信揉掉這樣 隔天我就直接去找他講話 就有一天我就看他手機 就是他跟別的男生 曖昧偷約這樣 我們就想說那就算了 我確實可以看到你的男人在幹嘛 今天假如說你是我女朋友 我留不住你 那是我的問題 這問題 我不應該生氣你的 因為其實你跟那個男生 也沒有劈腿 他們是在我們分手之後 一個月還在一起的 但明明就先聊過了 聊過而已 他們有沒有怎麼樣 所以其實整件事情 都是我的問題 我在那邊 真的假裝啦 居公 有沒有什麼另外一半 最嚴重的怪癖 或是相處上的怪癖 我太喜歡就是有很好的女生朋友 原距離的話 如果你們去唱歌什麼 就不能載他 夜唱可能到很晚 然後那女生就說什麼 那我真的可以住你家嗎 等一下 在我的世界裡面 女生是不會講這種話 就是有機可乘 有機可乘 我很討厭他放屁 他就會放屁 然後裝在什麼院 然後給我 三條啊 很噁心的對不對 你以為我有什麼話 想要對他說 那你就趕快娶我吧 趕快娶我 我希望他可以得 吭聲不舉 不然就得菜花 呼籲大家在講解謎 怎麼樣開始要移行 我希望他 全家人都很健康 可以平安地度過疫情 最後對他說一個字 他是做什麼工作的 消防員 那你會擔心他工作的內容嗎 小時候比較會擔心 貪心也沒理 就隨時做他 還有很大一筆這個緊接 就是你還要趕快結婚啊 我懂啦 不要的愛聽過程而已 被我撐那個小巨尾的小巨尾 但我覺得我前女兒他其實 對我來說 所有前女兒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 我會從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比如說其實我 在跟他在一起之前 我還是個小婦男 他是帶給你很多床上的事情 我講一下我們的狀況好了 其實我跟他沒有認識很久 他比較平衡一點 他喝醉 然後才會放出 我可以去你家嗎 然後我就去他喝酒 就讓他在他和我家 因為我是想住 我就躺下去 我就睡覺 然後他就自己 就是手這樣過來 摸一下 我那時候只是覺得說 我現在應該要 摸他嗎 還是怎麼樣 你不懂的時候 你不敢隨便出手 等一下 我覺得我們兩個 好像不是同一種步驟 第一次就懂啊 我就是比較害羞心 他很霸氣的 跟他講哪一句話 你為什麼不摸我胸部 他那份很長的時間 就是在我家 那個每個禮拜 我都是晚的 在我高中的時候 他坐校舌 坐一起來 我就是手就 手就這樣 偷摸一下啊 這樣 伸進去 稍微玩一下啊 這樣 然後出來 散 散那個燈 然後我趕快把手伸出來 我才發現 我的那個 光車不是有那個臉子 沒關 就很緊張 我就想說完蛋了 對啊 結果昨天跟那個校舌師 一直在聊天的時候 他跟我說 今年啊 昨天被拍一張草屎 很嚇死 這個石頭 我真的是嚇死 哎呀 嚇死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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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